近年来普发银行高度重视数字化转型工作 最近也发布了全行十四五战略规划 明确加快构建轻型化双碳数字化转型的发展模式 我们去年就提出开放银行2.0全景银行 明确未来银行的发展目标 就是要面向全用户贯穿全时域 提供全服务实现全质联 核心是要实现场景嵌入 数据驱动智能联动 贯通客户服务到经营管理的全链路数据 升级银行的经营模式 从经验依赖向数据驱动转变 普发银行也正顺应着数据要素市场化的国家战略 将数据纳入全新的资产形态管理 在业内我们也率先提出了 以价值创造为导向的数据资产管理新模式 普发银行联合IBM信通院 在今年的10月29日发布商业银行 数据资产管理体系建设实践报告 全面体系化构建了数据资产管理体系框架 开展了数据资产的认定 确权估值处置隐私保护等资产化的实践 推动以数据资产为核心的业务经营模式 加速形成提升客户服务的能效 推动全景银行建设迈上新的台阶 也为国家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新的动力 为了满足全景银行的上述的规划和架构设计 普发银行对科技理念 科技架构 科技管理进行了深层次的思考 围绕数字化时代最核心的数据要素建设 新一代的银行的核心系统的构架 我们在探索的过程当中 云原生技术逐渐成为普发银行核心系统的架构的基石技术 普发银行作为我们中国首家加入云原生基金会的银行 标志着中国金融科技水平 与云原生生态两股潮流的完美结合 将过去狭隘的对金融科技的理解 推动到了实体金融体系 嫁接数字科技赋能产业转型的新高度 由传统银行向全景银行的转变过程当中 业务形态的多样化和数据体量的庞大 给银行的传统信息系统和架构带来了巨大挑战 银行需要将信息系统架构改造 满足互联网模式的业务逻辑和设计理念 能够应对高并发高流量的场景需求 具备弹性扩展的处理能力 提升开发和运维团队的工作效率 面对这样的挑战 我们航技术选行过程当中 发现云原生技术能够满足我们现在目前 网络访问 远程部署 可扩展弹性伸缩 共享敏捷 按需使用自助服务 高可用 可远程监控 计费审计 标准化的交付 这些的特点恰恰符合我们对架构改造的需求 相信云原生技术将彻底改变国内金融机构的发展趋势 普发银行也将在全景银行的战略实施过程当中 进一步应用云原生的技术 回顾一下 我们4年前就借助双11支付链路优化的契机 完成了云原生技术在普发银行由0到1的里程碑式的落地 行内CAS平台上现有云原生容器超过1万个 云原生的技术应用也超过100个 实际混合处理能力超过了9万个TPS 去年我们行加入云原生基金会后 一直积极探索云原生技术 并尝试孵化开源项目 在今年7月的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 云原生计算基金会正式接纳普发银行 与上海道客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以及Linbit共同发起的PIRES数据存储项目 作为这个沙盒项目 在云原生技术探索过程当中 普发银行也同步规划构建的整个数据驱动模式下的数据服务体系建设 以云原生架构式为基础的 重点我们打造了大规模的数据存储能力和高效的数据计算能力 当前普发银行已经构建了PP级的一虎两库多地多集群的基础数据平台 部署超过了500个人工智能模型 发布了超过400个数据服务 年调用量上百亿次 其中数据服务数据模型50%以上是基于容器化部署 实现稳态和敏态的强支撑 普发银行也通过与多地的政府大数据合作 充分发挥银行平台和数据服务能力 实现合作共赢 与此同时 我们行也在持续地进行开源项目的研发工作 自主研发的HIRIS数据调度产品已经在GitHub上面开源 未来我们行仍然会在云原生的道路上砥砺前行 我们也希望在CubeCon上面可以为大家分享更多的云原生技术成果 谢谢